中心驾驾驾驾 各年新住民李津村 主持人看到的父親製造物件 他繼來台灣18年 兩年前和三世翁風帝 分工合作 生產手工木機 要賣照的物件收藏到 替照收藏的物件 來克制受自己的物件 王豐志就強調 手工製造物件穿起來比較白痛 現在每天幾天不吃 兩三香 用基台的製造物件 這是製造物件的第一步 李津村對國南隔離的台灣18年 他自身看的父親製造物件 現在在台灣推行這項基礎 李津村表示 兩三丁做是物件穿起來會痛 和不會痛 通中央的關鍵 腳有得好 我們腳下面有的 它有一個彎 好跟彎不然寬 更爽 就不一樣 沒說木機做起來就不一樣 要適合人家的腳就算不會痛 剛才先猜測腳形 跟用機械沒隔板的角度 李津村的王室王豐志強調 為人家的照片 在製造過程必須到處中拆 絕對不能頭鑑減料 我們一層一層的上個七月花再磨 就是要讓它裡面 那個木頭不會裂開 包括那個木頭 王豐志表示 好為木材的手製作物件 親起來對您的手有好處 請求這項毛茸茸的物件 是帶在頭上 中青年牛章木手製作 這項物件的等級 就要兩萬塊塊 因為後來就木材修宗家 帶著木材來和王豐志 喊麗金穿 客製木材 做好你要想看看 再來試算看看 還有麻煩人家算看看 看來種性比較好算 不痛 後來開始就改改改 改到現在就 我做一種木材起來就 算起來就是不像外面腳會痛 因為它的形狀那個弧度低一點 還有它那個對我們的腳形 弄我們的腳形下去做的 所以它的弧度穿起來 會比較舒服一點 你可以量先定做看你的腳 有的是大小嘛 不一樣嘛 所以你要量看你的腳 腳形下去做 這樣穿起來的話 這比較不會痛 王豐志是不算水利人 它的木材工場設在 第幾個環球地区 現在在加義市 百萬車站附近開設 目擊專賣店 他說現在這幾個 每一天都沒人三箱 木材也是有它的市場訴求 先進口教和第幾個香 才會不會痛 謝謝 謝謝